当了皇上 他那残忍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他拿陶十二老开刀 因为陶十二老曾经为他报过宝侠 殷征一想到自己到宝侠改过招书 篡位登基 他心里边就没警 那必须除掉二老 心里边啊才能够坦然 他就下了秘旨 让国舅卢科多用镇九要死二老 这个镇九可特别厉害 据说有那么两毒鸟叫咽邪镇日 这咽邪镇日属于毒鸟 不用说呀 他把整个鸟怎么做成毒药给人吃了 就是把那个鸟铃拔下了一根 往那大酒缸里边啊 就轻轻的那么一晃毒 这一缸酒就都有毒了 这就是真酒 只要人一喝进去是鸡翘出血 长毒鸡崩 那立刻就得身亡 这一盅酒 还有一个霸道的地点 就是没有什么呢 奇怪的味道 因此 你就说有什么经验阅历啊 善变百毒 可是那不会看出这么久 有什么不好的 桃山二老把这酒杯端起来了 欲言而尽 这一喝进去 肠子就做吐 哎呀不好 也知道中毒了晚了 是连声碰叫倒在地下 决气身亡 隆科多往旁边一闪身 把心腐之人叫过来 你们赶快 把这二老用车子装起来 连同他们的兵人 一并拉到城外 找个必竟之处 将他们烧作骨灰 进地埋了 不许搂一点猪丝马鸡 如果暴露 我就要你们的命 啊 是 这些心腐之人 平日里也为龙科多呀 做过这类的事情 不过现在他明白 陶氏二老 不是一般的人 这件事情要做的比过去 还要鬼 心腐人用车 把二老的遗体拉出去了 烧了埋了 然后回报龙科多 龙科多这才赶紧到皇帝 见殷政皇帝去报公 如果说陶氏双侠 惨死的这个事情 被同龄 等一般朋友要知道了 那这帮朋友啊 就得反了天 那肯定要为二老报仇 要殷政的命 可是现在 殷政一想 这件事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那谁也不会晓得的 殷政铲除了二老 他回过头来就考虑下一步 殷政心想 在我登基座位那一天 在前清宫反对我的人不少 为少的 就是八皇子允晋 九皇子允唐 十皇子允俄 还有什么户部大臣张狐 大学士魏光桌 另外还有一些人符合 那就都是随处 好吧 我要把为首的那几位 先剪除了 使得满朝上下 以后不敢有人 再反对我这当今的皇上 这雍正不单说是残忍 而且有手段 有谋略 他马上派出几个 亲功不错的侍卫 夜间呢 或者是白日 监视着 他要处罚的这几个人 哎 没过两天 有一个师辈 就前来 报告的雍正王上 说万岁呀 我已经查到一条 八皇子 九皇子的罪证 雍正一听来 精神头了 什么罪证 你看这个 师辈送怀了一摸 拿出个小青布包来 把这包打开了 一抖了 里边包的是一个小木头人 这木头人不大 也就三四寸高 上边写的字 雍正不看燃缓八流 这一看 心筋暴动 两眼冤翻 那鼻子车来回知乎的 说沙門写什么字 这小木儿 沙門那个字 正是雍正皇上的 生辰拔字 和他的名字 那雍正就明白了 这是八皇子和九皇子 暗中诅咒之计 弄这么木头人 写上自己生辰八字 然后啊 用针一扎埋在地里边 据说 这样诅咒一个人 说过多长时间 被诅咒的人那就得生病 最后不治而死 那就完了 雍正刚开始看的木头啊 十百七 那五毛底梁 可是接着他又一想乐了 嘿嘿 本来我想铲除你们 还没有理由 毕竟你们是国家的亲王 你是我的弟兄 我平白无故的 就将你们杀掉 或者怎么 指个字 压起来 当那满朝文武的面 租不过去 就向子民百姓 这个茶 我就收拾你们 雍正是立刻下旨 鸡鼓鸣鼓 声殿念臣 中国一想满朝文武 魏列三台 这些亲王啊 卑子卑乐啊 陆陆续续也都来了 众大臣一看 雍正皇上蹲在这个蜜蜜之上 他不愚自卑 那个脸色很好看啊 自从对皇上当了几以后 始终是横眼月色 怎么现在生气了 生什么气了 有一些大臣就想 只要别和我们生气就行啊 这些人心里边都犯嘀咕 一个个都尽小慎微 也不敢直眼看着上面的皇帝 都低着头啊 瞧着自己的脚前边 忽然就听了云正 冰冷冷的说话 云市云唐上天大话 八皇子九皇子一听 呀 招呼我们哥俩呢 横眉书目的在八宝金殿上呼唤我们 有什么事情 可还一想 我们做的事啊 别人不晓得 而且不路过多长时间 你这皇上也就玩完了 你一死了 说不定我们还就能继承皇帝 你跟我们灯牙有什么用 我们毕竟也是一人之下万万之上的国家的王爷 这哥俩好没在乎 一辽一劲到前面会计 微臣与万岁有礼 姑家问你们 你可知罪 毕竟他们两个人心里边有鬼 请雍正这么一问 浑身就一哆嗦 你看我 我看你 把头抬起来 八皇子强心大话 万岁 微臣不知罪犯马条 还望你指清 以后微臣改正也就是了 他这么说话呀 是一手微孤 哎 听起来我做的事多了 你皇上指的哪样 如果你要真能说出来 我呀 就向你请个字 磕个头 就算拉倒了 你说不出来呀 我还得有理了呢 啪 云正一抖手 把那小木轮啊 扔在这担持下 八皇子九皇子一瞧 哎呦 这是我们弟兄二人 最后做的木轮 这还是请了一位法师 给我们出的主意 做了这么个玩意 埋在地里边了 上面写着他皇上的生辰八字 怎么被他知道了 哎呀 不错 这木轮啊 正是我们做的木轮 这字还是我写的 一点错也没有 当时这哥俩 闹门子的汗就下来 连连磕头 雍正良言扫视着四周 看着满朝的文武 各位亲家 姑乃是奉先皇帝一招 假作吉武 称为皇帝 可是却有那么一些人 怀疑一招是假的 抗旨不尊 反对姑家 最可恶的 是这允堂和允庄 竟背后诅咒姑家 姑真要是不及早的发现此事 后果不堪设想 来人哪 将他们二人拖出去 斩首 施奏 这下举朝惊动 满朝文武新讲 两位皇子 你们这是找死 我别说你们两个 爱谁谁 排不论谁 谁诅咒皇上 那都是死罪 就我们想给你们两个说话 为你们求情 都无从说起 这没法求这情 这一面 要杀这两个皇子 可是早就有人 偷偷的赶到后宫 去报告了 两位王军 说怎么 还到后宫去报告 你看 这八皇子和九皇子 与这殷政皇帝 他不是一个马 他们的亲生母亲 乃是皇妃 现在啊 在后宫养老 他们也有新夫人 得到消息的马上报告 和两个皇妃 当时集作一团 有个老太监 给他们出族意 说特不宁缓 立刻去见老太后 那这老太后 不是别人 就是这殷政皇帝 印针的母亲 说求这老太后 到八宝金殿 见皇上 给两位皇子求情 这边都把两个皇子推出去 太后和两位皇妃上殿 殷政一看就明白 赶紧从鲁椅上下来 驱步向前 这毕竟是八宝金殿 这是商议国家大势的地点 雍正不必要向母亲呢 吃大理磕头 可是他还是往前打了个圈 母亲不知一大驾来此 有何事情 皇太后也显得无可奈何 拿眼角聊了聊 旁边站立的两个皇妃 皇上 无论出现什么事情 你和八皇子九皇子 毕竟是弟兄 望你还是高抬贵手吧 老人家 你们尽管放心 既然有赢这句话 我保证 我这两个兄弟的姓姓 好吧 即使这样我就放心了 说着皇太后转身就走 那两个皇妃还给雍正施了个礼 然后和两位皇妃上殿求庭 可是我饶了你们的死罪 活罪不免 萧曲王爵更改姓名 本来 本来八皇子和九皇子都是国家亲旁 他们的名字叫允氏和允唐 要说他们的那个姓 那是人家满清皇帝家的姓 姓爱心觉罗呀 但是雍正这一句话下 他们的姓名啊都改了 不许姓爱心觉罗了 也不许叫允氏和允唐了 那叫什么了呢 雍正给他们起了个名 八皇子 叫阿七玛 九皇子 叫赛七黑 在蛮语里面 这个阿七玛 就是猪的意思 赛七黑呢 就是狗的意思 那这两位亲王 被起了这么个名字 那无地自容 可是他们心里边也暗暗庆幸 反正总算的人头保住了 以后找机会 或者是派刺客呀 或者是在外边啊 亲兵叛乱 一定得推倒的雍正皇帝 就算自己当不上皇上 也不能让他坐稳当了 这两个皇子的性命 总算保住了 可是户部大臣张弘义 大学是魏光宫倒霉了 没过三天 雍正授义 让什么宁庚姚 龙科多 还有一些大臣们上书 盘和 这两位大臣 那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 给胡大臣张大人 定了四十二款大罪 魏光宗定了七十一款大罪 这两位大臣被定了这么大的罪 不单说他们要被林池处死 而且 守护我灭九宗 只要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人 是个个被开刀问他 这两家子 被压倒了菜市口 取了剑当场 总共斩首有三百多人 满朝文武震惊了 整个京都都震惊了 魏光宗 这位大臣已经八十多岁了 乃是两朝元老 他在朝廷的时间长 影响也大 可以说举国上下 都知道这位大臣的名字 他深受京都百姓的爱戴 他和全家的一辈斩首 很多黎民百姓啊 暗都都怯怯思议 满西这位大人 心中也恨怨这个新皇上 雍正应真 咱们闲言少许 单说同龄这一度见侠 都在故山多罗雍和公 本来这个雍和公啊 叫雍亲王子 可是雍正当上皇上以后 这儿就改名了 改成叫宫殿了 叫雍和公了 同龄这一番朋友啊 也就知道雍正反了 沙魏光宗和张弘义了 有一些见侠 心里边对雍正不满 认为这皇上啊 手段毒辣 很残暴 尤其是 天空八明镜为首的 吕流良 满从先生 现在越来越感觉到 雍正这个人呢 不是一个良善之人 太阳 他是一个暴君 出不定以后 还得做出什么事情 吕流良和一班老弟兄一合计 咱们呢 到剑山蓬莱岛 两军振前 是帮 同龄的忙 现在班师还朝了 同龄 邀咱们到 京都做客 其实咱们啊 不是巴结 什么雍正皇之类的 咱们不是看同龄吗 但是现在没必要了 咱们还是离开京师 各回各家吧 这吕流良啊 白台关 还有东霞 侯廷 侯志远 这些人 与同龄告辞 就都要走 同龄一看着急 同龄心想 这些老前辈 还有平辈的弟兄 还有一些晚辈的弟子 都是冲我同龄 才在两军阵前 随同严大人 林耕尧 大剑山蓬莱岛 升起了反王 出场赴宝臣 在两军阵前 可饮刀头血 睡卧马安静 那简直是把脑袋 一个夸带里边干了 现在总算回来了 是皇上 他又登基 又忙着国家一些大事 没时间呢 分享这些人 可是咱们 这些得有个说法 打了好几年账 最后和我一告辞都走了 我对不起这些朋友吗 不行 同临是说什么 也不让这些人走 同临拉着李流良和东霞 等人的手啊 各位 各位 就走的话呀 咱们也得跟皇上告个词啊 就这么走了的话 说皇上见不着你们 他老不得怪信我吗 大家在住些日子 同临过后 他见着宁耕尧年大人 就把重建侠要走的这个意思说了 同临说话的时候很委婉 宁耕尧一听就明白了啊 海川呢 他的意思是让我见皇上 给重群侠表表姑 对 这也是我宁耕尧应该做的 说没有这些贱侠们在两军阵前 我宁耕尧能胜利的生亲反王傅昌吗 宁耕尧是立刻进皇宫 来到后面 见着雍正皇帝 他来的时候 在国舅龙科多 正在跟宁耕商谈一些事情 皇上一看他来了 心说来得好 我正要和他谈一谈 同龄这些贱侠的事 宁耕尧磕头视力完毕 旁边龙中落座 万岁 微臣敬见 有一事说明 想吧 万岁 四方才同龄见我 说他们住群侠 告辞要走 哦 怎么 他们想要北京这个地方不好吗 在我的天字脚下 皇都城内 不开心吗 说着 这雍正拿眼睛 就聊了聊龙科多 龙科多赶紧站起身 抱圈失礼 万岁 两军阵前充鲲鲲杀杀倒还可以 不过到如今了 他们恐怕要坏了您的大事 年跟摇在旁边一听 新生你这话什么意思 过去 这现在两军阵前可用 现在就不能用了 年跟摇向前跨了一步 万岁 鲁林鲁海川等人 为国家勒教个汉马的功劳举世皆知 如果万岁此时还能对应 他们必定会为万岁尽更大的力 还没等雍正说话 卢科多又擦眼了 太压眠大人 桐林桐海川这个人 你还不了解他吗 终于耿直 确实一位大侠 如果万岁 要派桐林去除暴安良 或者是救济哪位百姓 桐林会倾身而出 把事情做得圆满 不过现在 万岁是刚刚登基 公亲之内耳朵诈勾心斗脚 桐林这些武师 他并不明白 皇家之间的一些事情 如果让桐林他们 在朝中围观 恐怕帮不了什么忙 还要帮到忙 再说桐林等殿下 和万岁爷过去相处甚深 了解很多内情 他们这些江湖人嘴没有把门的 万一喝点酒一高兴 到外边他们一喝 说对万岁 对万岁危害不浅嘛 说着龙科多夜转身 面对的英正 万岁爷 当断不断避受击乱 以微臣之见 还是斩草同征 这才演出一段 英正皇帝要夺表 爱群侠 咋